南北地铁线和大市溪延长线的服务在傍晚中断了大约30分钟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SMRT表示 由于正在测试的新无线通信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出现信号故障 造成服务中断 来看记者聂国卫的报道 南北线和大市溪延长线介于狱群站和大市连站之间 从傍晚5点左右服务开始中断 乘车时间也一度延长30分钟 初步调查显示新信号系统因为通讯网络出现故障 造成服务中断 SMRT派出工作人员在地铁站内为乘客给予协助 并提供免费巴士服务 就在这里面去的地方 他们就已经都亮红灯 只有一个给开 所以每个人都要在这里外面排队 然后在地铁站里面 楼下也是超多人的 影响很迟很多人 在达夫上面很多人 我们就跑来这边要换去巴士 为安全起见 SMRT把政府大厦地铁站内的部分电动扶梯关闭 虽然月台的人潮多 但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等候 受影响的地铁服务在傍晚7点半左右 全面恢复运作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SMRT对此向乘客道歉 并表示 南北信号系统还需要多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稳定下来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 在南北信号